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來,會稍有時間再解答大家的問題 今晚節再跟大家看看市場上的二檔股份 先介紹嘉賓,來自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慧豪在旁邊 Rafi你好 你好 不如跟你談談港股方面的情況 大市方面現在跌26點,去到23116點 成交今晚有460億 國企指數跌10點,報10274點 其實今晚港股在這一刻都可以說缺乏方向 留意到,尤其是昨天,可以說成交今晚都是偏少 五百零六百億左右 我想大家的目光都是落在佔中行動事件 因為似乎又好像惡化了 都見到一些示威者等等,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舉動 又或者是見一些更加有危險性的物體等等 所以大家會否覺得 佔中事件可能仍會惡化了 還有有一件事都比較令人擔心 就是胡廣通這個事件,好像遲遲都沒有時間表 大家都開始有點焦慮了,會否成為後市的一個隱憂呢 如果以你說港股尼克,即是這刻面對的問題來計算 我覺得佔中的因素,沒錯,對市有影響 但我覺得影響性,其實就慢慢沒有以前那麼多 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就算一算數 到今天都整十七八天的一個佔中運動開始了 過了十幾天的時候,大家要害怕的,要憂慮的 或者對市要下跌的 其實我相信在之前那幾層都可能下跌了不少出來 所以反應的因素都反應得差不多 所以這次講過一點,只要來佔中的情況 不是突然惡化下去的時候 我相信對市不算有太多的衝擊 特別在這刻來計算,其實市是否又再有憂慮 或者又再差下去,我覺得又未至於是 因為正如今早你見到,就隨著警察方面 是清除一些障礙物的時候 如果以往這樣的一個行動 而令到雙方有僵持的局面的時候 其實市是會比較有一個差的反應 但你見到今早做這個舉動之後 可能見到雙方有沒有太多惡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反而那幾下,其實市是抽得比較明顯的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刻 你說佔中的因素,對市是否比較差的影響性 或者是否有很大的負面性 我覺得又未必是 所以整體來說,反而真的聚焦港股 這刻其他方面的一些情況 特別就是看回互貫通行數 我都發現這個是一個比較關鍵的指標 因為其實這個出不出與否 其實大家都知道出應該會有的 即是不會突然停止,只不過是否延遲 所以一來看看假設是否延遲 二來就算延遲了延遲多少 可能這些都要留意 所以越遲出,對市的影響性 就越來越有一個不明朗 即是未至於太負面,但又不明朗 所以我覺得要留意這個事件 究竟什麼時候有相關的消息 即是公佈或者各樣東西 所以以致到市才會有進一步的方向性出現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廣估也會在現水平反覆著 其實今早來說也突破200點 樓上上23,400點 但你看到23,400點 初一步來講的阻力也不少 特別我覺得有機會在這一陣 為何有一個阻力呢 因為其實一來23,400 拉過去看正正是上星期五 上星期四和星期五 這下急跌的一個列口頂部位附近 所以我覺得只要短期 是站不回23,400點 其實意味著市是反覆著 反而下面也是看23,300點 假設23,400可以補完之後 再站上去的話 我相信慢慢廣估這一陣 都有條件 可能短期會挑戰23,800點的水平 好啊 其實我想現在廣估方面 其實都調整了一段時間 但現在的股值也不是太貴了 不過假若真是 好不幸運 或者真是壞點說 有一個延遲的情況 即是互廣通延遲的話 最擔心什麼延遲都不要緊 假若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或者到現在都沒有假若延遲的日子 我想市況如果聽到這些消息 當然就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而且都藉著可能美股近來都真是回了很多 大家好像另一方面又擔心整個環球的經濟大環境 又好像增長有一個放緩的跡漲 而且都怕加息方面會令到港股添多一份壓力 會不會說接下來美股或者外圍的走勢 都會繼續影響到港股呢 我覺得如果以美股來說 當然你說近期大家都知道是真的比較差的 特別這幾天開始跌得比較深一點 幾大程度上 今早講講怎樣 就很關閒 我覺得這刻大家開始暴處的一個離場的舉動 因為始終來月尾 FOMC都會有個意識會議 對大家預期這次都會減少買債規模 之後來看有沒有加息的相關言論 各方面去看 所以這次是比較關鍵的地方 自然這一刻 你說還有一個多兩個星期就舉行 原上借勢來一離場固定貨先 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特別你記得上星期開始 很多世界股都果劇跌得幾急 原上這一刻都是跟回形態去走 所以美股模擬真的有機會步入明顯調整的階段 但是你說美股調整美股跌也好 對港股的影響性是怎樣 當然很多時候都說 就是不排除你說跌完 可能翌日回來港股會跟跌去開 但是你說日間行的波幅或者方向性來看 其實整體這一刻和美股的關聯度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高 所以這刻來說 美股重視跌也好 我自己對港股又不是算特別之態的擔心 反而港股來說 真的看回幾個因素 一例剛才說的佔中 或者是互廣通因素之外 更加就耐調了市 反而看這三者的情況 這一刻對港股的影響性會比較明顯 好 之前都看到港匯方面都挺受壓 但現在都扭轉弱勢 根據港匯市場在9月底來說 就說對美元其實最低都見過7.77 就說兩年半的低位 但直至到最新的數字 就是昨晚就是剛剛過去的9.45分 就是昨晚的9.45分 那港匯方面就回到7.7585這個水平 即是說是這個年初的水平 那港匯來說就沒有那麼弱 反映洗頭就不是太差了 好 麻煩了Rafi 在港股和美股方面的情況 但都剛剛提到的就是一開始都說過 那個成交金額都是偏弱一點 尤其是藍手的個別來說 就跌得比較急一點 幸好我們說中移動近來 就真是托著市 中移動現在就回到3.5指 去到93.3 其實有些什麼股份 這一刻可以先來捕捉症 還是都要觀望一會 如果以這個情況來講 其實這兩天市仍是比較反覆一點 或者比較未必太過叫做大升的情況 但是你看到成交額來計 其實就沒有之前來得這麼大 變相在這個低溫裡面 都沒有再去到加重成交 即是加大股額的時候 意味著我相信這事暫時 不是說特別悲觀 也都反過來 可能距離這一陣 調整你見底的情況 當然差不多 而二來的 另一邊商就說成交低 是不是錢又再走呢 但是剛才這隻獎也說到一點 就是港匯來計算 這一日又再是強迫的 也都去到不要說佔中前的水平 或者是年初的水平 變相整體 你說資金外流的情況 都叫做減慢 反而是有一個流入的現象 所以變成我相信錢是在的 但是只不過是找一個機會 進入線裡面 所以暫時就先拍在這裡 所以整體來計算 對市場短期未必有太多刺激作用 而你說未來 假設市場真的要穿頂番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股份可以保持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市場移動上來 一定是一些大價的藍籌 我相信會先帶動上來 特別以藍籌來說 其實幾隻 我相信這刻還可以留意 譬如騰訊 或者友邦 甚至是港交所 其實這幾隻 我覺得始終機報面 沒有太多變化 也沒有太多轉壞 正如前景看法 都是比較樂觀的時候 其實反而這一層 大家慢慢可以保持這幾隻 這幾隻的股份 OK 好 謝謝Rafi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休息一會 轉來回來 跟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不要走開 有事想問可以打定電話來 我們稍後再談